安徽惊险战过双目 两具神秘黑棺保存完整 还出土了一把价值连城的绝世宝剑 然而棺内的情况却让人匪夷所思 一位牧主人的头颅神秘消失 而另一位牧主人的尸骨 却呈现出诡异的虚黑 那么这两位牧主人究竟是谁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何都死于非命又因何而死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在2011年安徽省六安市的一处工地上 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施工 然而他们挖着挖着就感觉不对劲 地下的土质越来越硬甚至都挖不动了 而且挖出来的土颜色也很不同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看 就觉得他们这是挖到古墓了 毕竟路安这个地方 已经发现过不少古墓了 保险期间工地的负责人 直接向当地的文物管理局反映情况 而得到消息的考古队 也立即赶往现场 在经过一番简单的勘察之后 考古队在两片区域都发现了五花土 而有五花土出现的地方 附近几乎都有墓葬的存在 可以说这片工地不仅挖出了古墓 还一出现就是两个 这个发现让专家激动不已 然而很快现实就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考古队员在一处较为隐蔽的角落 发现了一个倒洞 这下队员们的心可都揪了起来 该不会这两座古墓 都让盗墓贼杰族先登了吧 由于古墓已经遭到了破坏 考古队立即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好在墓葬上面的风土 已经被挖得差不多了 所以这次发掘工作的进程 倒是比预想中的快 而且随着挖掘工作的继续 考古队悬者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之前他们还一直在担心 墓中的文物被盗墓贼给洗劫一空 没想到这回盗墓贼竟然半途而废了 他们的盗洞只有三米多深 只要再往下挖几米 就能到主墓室了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些盗墓贼最后还是放弃了 不过这对考古队来说 倒是一个惊喜 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 很快两座古墓的轮廓就显现出来了 这两个墓葬相距只有十多米 一个古墓规模稍小 有七米长五米宽 另一个的规模比它大了一圈 墓是长约九米宽于六米 为了更好地对这两个墓葬进行区分 小的被命名为M566 大的则被称作M585 而且专家还发现这两处墓葬 除了大小有所不同 但在规格和形制上却一模一样 由此专家猜测 这可能是一对夫妻墓 在把上面的填土全部清理完之后 两个巨大的果盖 呈现在众人眼前 虽然年代久远 但依旧保存完好 这让专家对其抱有很大的期待 他们先对M566进行清理 在打开最上面的果盖之后 发现里面竟然还有一层外藏果 这外藏果其实就是围在棺材周围的墓箱子 墓主人的陪葬品 一般就摆放在这里 只不过由于古墓的地理位置较低 外藏果里已经充满了积水 考古队员一点一点把积水排清后 就被里面数量众多的文物惊呆了 只见外藏果内满满当当的 都是七戏淘气铜器等陪葬品 研究价值不可谓不高 在对这些文物进行清理后 专家才初步确定墓葬的年代 这两座墓葬都是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 安徽惊献两座千年战国古墓 墓中出土一把价值连成的青铜宝剑 然而关内的情况 却让专家难以置信 一位墓主人的头颅神秘消失 而另一位墓主人的尸骨却乌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楚国的贵族习惯在墓葬中 放置镇墓兽这种名气 用以驱邪守护墓主人的安宁 而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 正好就有一个秀气斑斑的镇墓兽 接着专家就打开了棺果的果盖 没想到下面竟然还有一层棺木 而且用料特别讲究 看着这个巨大的黑色棺果 专家直言这座墓葬的等级非常高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经过一番商讨 决定把棺果运回实验室再打开 一切准备就绪后终于迎来了开棺时刻 工作人员仔细对棺果进行观察 发现那棺一共有三层 而且保存完整密封性也很好 估计里面的文物也没有受到损害 没想到刚开了一条小缝 就有水流顺着缝隙流了出来 这下考古队员顿时大惊失色 难不成棺内已经被积水浸没了 那里面的文物又怎么样了呢 于是他们将棺内的水慢慢抽出 随着水位的下降 一层红棕色的泥沙状 逐渐显露了出来 专家小心翼地提取样本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这些东西是腐烂的丝织品 应该是木主人身上的衣物 经过长时间的积水浸泡腐烂了 把这些东西清理完后 木主人的尸骨就完全呈现了出来 甚至在头部的位置 还有一团发际存留 并且工作人员还在这团发际上 发现了一个骨质的发簪 一骨之下更是摆放着大量的玉器 不过最让专家感到震惊的是 这位木主人的尸骨 竟然呈现出诡异的黑色 看起来就像是曾身中剧毒一样 难不成这位木主人是死于非命吗 可是专家根据其骨盆的形状判断 这副一骨是一名女性 谁会对一个女人痛下杀手呢 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呢 只是棺内并没有其他的线索 于是专家就把目光转移到M585的棺果上 这个棺果的知识和前面的一模一样 都有外藏果也同样是三层棺木 然而专家在打开果盖时 却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木主人的骸骨 凌乱地散落在棺中 看样子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不过最重要的是 专家仔细把棺内的物品清理了一遍 却发现木主人的头骨不见了 他们甚至把棺果翻了个底朝天 然而还是没发现头骨的所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木主人的头骨肯定没有被腐蚀 毕竟其他的骨头都保存得十分完好 那么就剩下两种情况了 一时木主人下葬时就属于无头状态 二是木主人的头骨被偷了 可谁会费尽周折偷一个死人的头骨呢 而且棺果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所以专家倾向于木主人在下葬时 遗体就已经不完整了 后来专家还在其他的骨头上 发现了大量兽型的痕迹 于是他们猜测这位木主人应该是被斩首了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在M585中 发现了大量的随葬兵器 其中最为惊艳的就是异常锋利的青铜剑 这把青铜剑的手屏住 还镶嵌着珍贵的绿松石 尽管已经历经千年依旧闪着凛冽的寒光 安徽挖出战果双木 木主人头颅却神秘消失 另一位则一股乌灰仿佛身中剧毒 这两座墓葬中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看来木主人的身份 应该是位身份部俗的武将 专家猜测他应该是在一次战争中 不幸被俘获然后手机被敌军斩下 带回去献给上司邀功 而他的尸身则被己方的将领带回收敛 然后再交给他的家人安葬 男性木主人的身份和无头之谜终于解开了 可女性木主人又是怎么死的呢 专家对其骨骼进行检测 但是却并没有发现有毒的物质 后来专家猜测女性木主人并非死于非命 她的骨骼发黑应该是一种化学反应 毕竟一股长期和腐坏的丝制品 以及泥沙等物浸泡在一起 难保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至于两位木主人的身份如何 木中并没有直言片语的记载 只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发现 揭开这未解之谜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